今次讲的关于是香港的新闻 位置是旺角通财街97-99号附近 看之前麻烦大家subscribe、like和share这个频道 看之前麻烦大家subscribe、like和share这个频道 目标人物就是这个 拿着蓝色袋这位先生 他竟然光天化日之下星期五 在人群之中的旺角 放下袋子后突然转身一个sidekick 卡到男生带戴Cat帽子的引导 初时这位Cat帽子未有即时反应 当他有反应时已经被袭击叉颈了 Cat帽子也不想反击的时候 因为可能身高不够高 白衣蓝一手连Cat帽子也扫掉了 再次叉颈了 经过一轮推撞之后 白衣蓝竟然有武器 铁夹出场了 白衣蓝首次铁夹去攻击 突然间有个黑衣的途人 见状况上前想着阻止 亦都见到 那个本身带Cat帽子的臉竟然被铁夹 被铁夹剃了 可能当时 那个本身带黑帽子的Cat帽子 还未下意识到自己受伤 而这个时候 白衣蓝趁机逃去了 但是最奇怪的是什么呢 就是他逃去之后 他又再次叉犯 还经过案发现场的时候 就跟警察说嗨 原因就是因为他漏了个袋 想回头拿回 但是附近的人 由CCTV不但 被伤害受伤的人 亦都认出他 所以当场就被捕了 这个疑犯 其就其在这个案发之前 其实这个男士白衣蓝 手持铁夹的时候 都要进去其他餐厅 找target 据街坊的形容 见到目击的时候 就说双方是不认识的 是随机的集结人 而初时他进去某一间餐厅里面的时候 他的行警 都可以告诉人 他是不是那么正常 而在这位白衣蓝 疑犯被捕的时候 亦都发现到他的袋里面 已经有两张全票要上庭 佳因他1点47分左右 有上去案发现场 取回袋子的时候 被人认出 逮捕了 这个随街商人的案件 就分享到这里 如果喜欢的话 记得订阅、赞和分享